那聽說你有這個病患是男性 他有嗜碎症 其實講嗜碎症 應該要回覆到陳醫師的 剛才講的 他說以前胖的時候 一天要睡二十點鐘 其實他是應該忘記了一件事情 再問他 你胖的時候打呼很大聲嗎 那時候會 但是沒有到很大聲 你怎麼知道 你自己打呼你知道 沒有 他被打呼聲吵醒過就知道 你嚇醒 其實因為胖的人 為什麼打呼聲會大 他們可能罹患了一個叫 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們自己不自知 睡眠呼吸中止症久了之後 體內的二氧化碳濃度會上升的 那二氧化碳濃度上升 你會無時無刻都想睡覺 所以我們看到胖的人 就好像想到豬八戒 就是懶 反正坐著就一定睡著 能躺一定躺 能坐一定坐絕對不站 但問題不在這 問題是在於哪裡 問題是因為 睡眠呼吸中症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注意力沒辦法集中 而且體內二氧化碳濃度高 他非常看到東西 跟你講話 可能跟你說話 你不跟他說 兩秒鐘就睡了 我一個反正是塞駝駝的 這是這樣 放在樓邊 放在樓邊 放在樓邊沒有油 手動沒有油 這樣想一個人睡了 結果滷在樓邊水膠裡面 而且他們開高速公路 最常發生車禍 一直打課稅 不是 因為很無聊 高速公路很無聊 就睡了 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群是我們目前很重要的 肥胖的課題之一 我想這陳醫師非常清楚 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肥胖的課題之一 對 他有可能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最常原因是阻塞型 我們大康的時候 在樓邊睡在樓邊 以前鼻樓科都會把我們的 扁桃先摸掉 讓它空間那麼大 不然想到摸掉之後 也會洗嘴 所以變成你的空間就變小了 是 你會睡到一半是這樣子 睡到一半就不呼吸了 隔了一段時間突然就 又喘起來了 這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個就這樣 忽然之間 對 你如果看到這種 所以現在我們醫院裡面 會常常去重視睡眠的檢測 有些時候你可以去看看 你的睡眠 睡眠情況好不好 所以陳醫師說得對 等你受下來 睡眠呼吸中止症改善之後 他會像我們台灣守護 郭台銘的睡三點鐘就好了 睡眠效率非常好 對 所以都變成快充了 所以你即便是睡十小時 其實你很可能 其實這個睡不好 對 睡不好 所以我這一個患者他就是這樣 所以感覺很累 對 他就這樣 所以上班在睡 結果他們老闆看著說 你就知道症 你會上班一直睡 結果他們老闆拿錢 開刀呢 好 開之後他就散下來 散下來2021年 去年得到那個 國際發明獎得主 蔡總統來去頒獎 頭腦清楚了 而且他這個還發明了一個叫做 抗風型的發電機 抗風型的風力發電 那你說剛剛有四歲症 後來變很胖那一位說 瘦下來以後 他的心戀竟然是 Cosplay 他現在我這邊 他有上新聞過 他現在就是 他上次還用那個好像 就補第一紅 他就像補第一紅 演補第一 最近那布袋西那個最紅的 塑環金 他穿塑環金的衣 那個演塑環金 他以前Cosplay也是 比較Cosplay女性的 所以現在看到他頭髮 也是流長長的 很難心 對 但是他非常 現在有一家公司 要為了他的專利 去幫他成立一個子公司 讓他入股 所以他受下體驗很長 補到股 我的人生都浪費在裡面 好 那這個陳醫師 你在有一種減肥法 說是靠水煮蛋 這樣子是OK的嗎 其實我會滿不建議的 不建議 對 因為他就是典型的 所謂的單一食物減肥法 那第一個就是很容易膩 沒有辦法吃久 那第二個其實 在一直吃同一個食物的時候 你就會導致某一些營養素 會過量的攝取 然後某一些營養素 就會一直吃不到 那很多人他在講蛋的時候 都會擔心膽固醇的問題 那雖然雞蛋裡面 它的膽固醇確實是比較高 但是實際上現在從2015年 美國飲食指南已經說 其實膽固醇高的 還是可以適量攝取雞蛋 但是注意是適量 那是如果你一整天 全部都只靠水煮蛋來減重 那顯然一定會過量 那這樣子之後就會對心血管疾病 造成一個風險跟負擔 好 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Kiki是大胃王 Kiki是年輕人的 寫也輸了 但是他依然這麼的苗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方便問你的體重嗎 體重嗎 其實我163公分 體重在59到60之間 你相不相信他的那個肌肉量 肌肉量很大 你的脂肪應該很少 有那個測試嗎 你說脂肪還是 脂肪 我的肌肉量 脂肪的話 我基本上是把它控制在 脂肪率是24以下 但是其實24以下是正常人的數字 所以你會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吃這麼多東西 然後又可以比較苗條 是因為很多人都喜歡看教練的IG 就是他平常在幹什麼 然後大家我的學生 他都只喜歡看我六日 六日的IG 的那種就是社群平台 是因為我一到五都在訓練 然後我六日都在吃我想吃的東西 所以沒有人要看我一到五的訓練 所以他們都覺得說 我好像大胃王 可是其實我是一到五的時候 我有去做很大量的訓練 我基本上一天 會花兩個小時在訓練上面 我一個小時會做有氧 就是單純有氧 然後一個小時做重量訓練 所以我把我平常一到五的 卡路里消耗掉 對 消耗掉很多的時候 我有那個扣打 我才有辦法就是讓我六日的時候 去吃我想要吃的東西 六日就可以這個大塊朵移一下 對對對 但是還是會把它控制在說 我的甜點跟我的鹹食那些 會把它分配好 所以一到五其實你有控制好 你就是可以六日的時候 稍微給自己慰勞一下 你這個一到五這麼辛苦的 是是是 好 講到吃 這個Cincia 你說有過微波食品減肥法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當我身處在美國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美國人雖然胖 可是他們又會非常 用很多精力去開發 他們很極端 減肥有關的任何東西跟產品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當那時候 我下定要想說 來控制一下體重的時候 是美國他們在很多的超商裡面 都會賣 Ling Cuisine 這個牌子的微波爐食品 那微波爐它其實看起來 就像是飛機餐 就是這個餐盒裡面 它就是可能就是 有三個格子 一個格子是主食 主食可能就是肉類 那兩小格裡面 可能就是很簡單的 可能就是馬鈴薯 很小份馬鈴薯啦 或者是四季豆 那它就告訴你說 你喜歡吃什麼 譬如說你喜歡吃魚 有魚的選擇 有義大利麵 有義大利麵的選擇 可是它的熱量都幫你調配好 大概都是控制在500大卡以下 所以對於我來講 那時候我只是想法很單純 那我們就把卡路里 這件事情熱量控制好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就買這個餐盒來吃 那餐盒來吃的話 可能是我的卡路里 得到一個很好的控制 跟我後來開始覺得說 可能要開始運動 所以體重才減下來 Kiki一天有喝很多水嗎 喝一定要兩千 強 多少 兩千CC 兩千CC 對 就是你自己都有那個是嗎 有 我就是一個水瓶 然後你就是喝完了就去裝 喝完了就去裝 因為水分它是可以 幫你去做排泄的 不渴也喝嗎 不渴的時候也要喝 但是不要過多 兩千很多耶 兩千一般人會覺得很多 可是那是你正常攝取的 一天的水分 那陳醫師呢 有喝很多水嗎 有 我喝很多水 我是水桶 這樣子啊 超過兩千嗎 超過兩千 那因為我也很喜歡喝茶和咖啡 所以它其實雖然也有水分 但它同時也會利尿 所以我就會特別注意說 我還要額外再多補充一些水分 回來 那 那茶跟咖啡算水嗎 它其實還是算可以補水 但是因為它又可能會讓你 流失一些水分 所以可能在我們一整天的計算裡面 它沒有辦法直接去算 在這最基本的量裡頭 你量體重的時候 都是什麼時候量 我都會習慣 包含我自己還有建議 我的個案都是早上 一起床的時候 上完洗手間 然後什麼都還沒做的時候 這時候去量 對 你那時候量最有成就感 對 那時候體重最輕 最輕的時候 對 一天最輕的時候就這樣 最輕的時候 好 那宋醫師也是 就是喝很多水 這很重要嗎 其實我們人體來講 一天就體重乘以三十 就是你一天該需要的水分 體重乘以三十 對 因為我們體重乘以 比如說七十公斤 就兩千一樣 可是我都喝大概三千五 對 三千五 如果假設 鄭大哥 假設如果你要減重的話 你的水分要比一天乘以 我講的一天乘以 公斤數乘以三十 那是一天基本的 如果你要減重必須更高 你才有辦法代謝脂肪 那個水是吃飯前喝 還是說平常就一直喝 就是基本上 就是一天的總量 看你什麼時候喝 像有些人一天一早起來 就是先灌水 先把一千CC先灌下去 對 然後後續再慢慢喝 其實最重要是一天的水量 你要維持這樣子的 可是不可耶 一樣 就像我們最近常常看到一些 腎臟病的患者 其實如果說你水 禁食得太少 其實對腎臟也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喝水那麼重要 喝水重要 第一個是它當作一個 身體的一個 譬如說 我們的脂肪的一個代謝 那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今天三酸甘油脂 不好的染固水要代謝掉 其實你水分是相對重要的 你沒有它 到最後它又跑回來 我們平常喝的湯 那算不算水 不算 千萬不能喝湯 千萬不能喝湯 不是水的好像 千萬不能喝湯 對 如果減重 減重不是不能喝湯 湯要多量 真的 像我自己如果要減重的時候 湯大概一天最多半碗的量 我不敢再增加 因為湯是水加油 油是水的 它並不是真正的 OK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繼續分享 小鈴鐺